-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志愚文老师 今天我们所要讲授的课程是电子学实习 非反向放大计应用与食物剖析 首先我们先来看 非反向放大计应用与食物剖析的课程大纲 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先谈非反向放大器的电路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谈非反向放大器的电路分析 最后我们再把所学的东西进行一个实验跟量测 首先我们先来看非反向放大器的电路 非反向放大器呢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去放大信号 那非反向所以它的输出跟输入的相位是相同的 那以这张图来看它是一个非反向放大器的方块图 它左边有一个VI也就是它的输入信号 右边有一个VO也就是它的输出信号 那这两个相位是相同 接下来我们来看 左边这个是非反向放大器的电路方块 那右边这张呢是非反向放大器的实际电路 用运算放大器去接出来的实际电路 那我们来左右对照一下 左边呢它的VI会对应到右边的VS 因为它是非反向放大器 它的信号是非反向 所以它会由OPA的非反向端 也就是V正输入 那它的输出VO呢 对应到右边就是Vout的这只脚 那一样它的VI第二条线跟VO第二条线 都要接到它的参考点 也就是接地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非反向放大器的电路分析 首先这个是非反向放大器的电路 那因为运算放大器的输入主抗很大 所以IIN电流会等于零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I2电流就会等于I1减掉IIN 那IIN是零 所以I2就会等于I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输入的部分 输入是由非反向端进行输入 那因为它有拉负回收 所以有负回收就会具有虚短路的特性 所以V正跟V负两端的电压会一样 那因为V正接到VS 所以就变成V负跟V正跟VS 三个角的电压会一样 都会等于VS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的I1电流就会等于零减掉VS除以R1 所以会等于负的R1分之VS 那这个时候我的输出电压呢 会跟V负有关 也会跟R2上面的压降有关 那我的Vout就会等于V负减掉R2上面的压降 也就是I2乘上R2 那就会等于VS减掉I1乘上R2 因为I1跟I2电流会一样 那经由一番推算之后 我们就会得到最后的是 Vout会等于括号1加上R1分之R2 再乘上VS 所以电压争议呢 它就会等于AV会等于Vout除以VS 会等于1加上R1分之R2 那这个就是我的非反向放大气电路的电压争议 接下来我们来看 非反向放大气实验与量测 AV1这是第一个实验电路图 右边这个是我们的实验电路图 我们取用电源正负15伏特 直流电源 然后我们的运算放大气呢 是使用μA741这颗运算放大气 作为我们的实验OPA R1我们取用10kΩ R2我们取用100kΩ 然后我的Vin呢 是给两伏特的风道风值正弦波 然后我们来观察看看我们的Vout是怎么样 这张是我们的输入跟输入跟输出的波形图 虚线是Vin 蓝色线是Vout 那从这张波形我们上面可以感到 Vin是两伏特的风道风值 它是一个正弦波 那我们的输出呢 Vout是22伏特的风道风值 它也是一个正弦波 那观察这个蓝色的跟虚线的波形 它们的相位相同 所以它是一个非反向放大气 所放大的波形 接下来我们来看 非反向放大气实验与量测2 第二个实验电路图 右边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实验电路图 一样 我们取用电源是正负15伏特 16电源 然后运算放大气呢 我们是使用μA741这一颗 然后R1一样是10K R2我们给100K 那这个时候呢 我把Vin增加到4伏特的风道风值 也是输入一个正弦波 那这样子我们来观察我们的Vout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是刚才的实验波形图 是输入跟输出之间的关系波形图 黑色的虚线是我们的输入信号Vin 蓝色的实现是我们的输出信号Vout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得到 Vin呢它是一个4伏特风道风值的正弦波 那Vout呢 它的风道风值是28伏特 风道风值是28伏特 但是因为 它的放大倍率 放出来的波形 已经超过我们电源可容许的范围 所以你会看到 正半周上面被截掉 副半周下面也被截掉 所以它是一个实践的波形 接下来我们对非反向放大器应用与实物剖析 这个单元做一个总结 在这个单元最前面 我们谈到了非反向放大器电路 那我们也谈到了非反向放大器的电路分析 那最后我们进行非反向放大器的电路实验跟量测 第一个实验就是正常的实验 它的放大倍率 把输入信号放大了一个放大倍率 然后产生输出信号 那第二个实验呢 我们故意让我的输入信号比较大 让它超出我的电源可容许的范围 那我们观察看看输出 是不是会有被截掉的情况 以上是电子学实习 非反向放大器应用与实物剖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